爷爷去世了 大伯逼我家掏五万块安葬费 爸妈没办法 只好去卖血浆 却意外感染血液病 双双离世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15岁 亲戚包围我家 逼我爸妈给钱的这天 一声哭喊撕裂了沉沉夜色 死人了 我从噩梦中清醒 大汗淋漓地坐起来 熟悉又陌生的房间 令我微微发愣 这好像是我从小睡到大的房间 熟悉的火砖 简陋却干净的衣柜 爸爸亲手给我做的书桌 可是 不是被大伯卖了吗 突然 房间的门被人推开 温柔地念叨闯入我耳中 年年 你自己在家休息 我和你爸要过去 村头你大伯家一趟 你爷爷好像没了 看到这张脸 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落下 妈 去世了15年的妈妈 居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这是梦吗 还是我今晚吃安眠药过度 产生了幻觉 我狠狠掐了一把自己 疼 而且 我的手掌 为什么这么干净白嫩 那些难看的伤疤 和我哥的刀痕呢 年年 你怎么了 妈妈看到我满脸是累 吓了一跳 急忙想来抱我 我却跟疯了一样 冲到那个破旧的衣柜前 我清晰地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 不是30岁的那个苍老的盛年 而是 一个很稚嫩的少女 我回到了15岁 走啊 你还在磨蹭什么 门口传来爸爸的闷声催促 我忽然抱着他们 嚎啕大哭起来 爸爸妈妈 我真的很想你们 见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妈妈搂着我 眼里也莫名带了泪光 还他爸 要不你先去吧 这孩子肯定是做噩梦了 我陪陪他 爸爸犹豫了一下 粗糙的脸上露出担忧 他摸了摸我的头 安慰道 好 年年乖 你和你妈再睡一会儿 说完 他正要走 我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尖叫起来 爸 别走 爸爸扭头惊讶地看着我 这个老是芭蕉的庄家汉 不会表达感情 我也从来没有对他这样过 想到前世那些刻骨铭心的事 我收拾好情绪 擦干眼泪 脑子快速转动 我抬眸定定地看着父母 爸妈 你们听我说 你们在家守着 哪里都不要去 我前几天听瑞堂弟说 大伯家早就看上了咱家积蓄 等会儿会带人过来 咱家翻存折 我出去一趟 马上就回来 你们一定要等我 上辈子 爸妈也是去大伯家看爷爷 却在半路遇到了大伯那群气势汹汹的人 又一起来了我家 然后大伯 大伯母谴责我爸妈 亲戚帮腔动手 翻出了我家的存折 最后 爸妈破鱼 笑道 无奈之下 为了减少口舌纷争 把存折离五万块取出来 给了大伯 可是 爸妈都是地里刨石的农民 又要供我读书 辛辛苦苦多少年 才存了五万块 为了生计 爷爷下葬后 爸妈不得不去卖血浆 补贴家用 就是在卖血浆的过程中 用了不干净的针头 爸妈很不幸地感染了重病 短短一年就双双离世 我悲惨的人生 家破人亡的导火线 可以说都是从今天开始 上辈子 我孤身一人 苟延残喘 挣扎到三十岁 每天晚上都要依靠 安眠药入睡 上天开眼 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次 我绝对绝对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毁了我家 害死我的父母 不顾爸妈在身后的喊叫 我穿了双凉鞋 拼命地跑出房子 凭借遥远的记忆 我刻意避开了 大伯他们来的路线 朝着村头小卖部跑去 天光微亮 乡间的风吹拂在我脸上 是心生的希望 终于 我冲到了小卖部的门口 对着一脸懵的年轻女人道 方姐 求求你让我打个电话 年轻女人站在水渠边 披着一件红色外套 举着牙刷 满嘴泡沫 艳丽的眼尾一条 美好气得嘟囔 你打呗 吓我一跳 一次一块 先给钱 放桌上就行 出来得急 我没带钱 村里人沆瀉一气 不会帮我 只有这个小卖部的老板 是我唯一的希望 她是一个外地姑娘 嫁给了我们村一个孤儿 也是两个苦命人 按照辈分 我得叫她男人一声歌 前两年她男人被车撞死了 给了一笔赔偿款 她拿这钱 在村头开了一个小卖部 一边带孩子 一边开店 寡妇门前事非多 她身上总是有很多风言风语 我妈从前都不让我来这里买东西 上辈子 方姐后来也出了事 我的眼神在她红色外套上停留片刻 回过神来 出声哀求 对不起 我忘记带钱了 求求你 这通电话真的对我很重要 我等会儿一定加倍给你钱 这两年 翻盖滑盖手机刚刚兴起 我爸妈总说文化水平低 不会弄那些智能机 所以没买 为了省钱 也没安装坐机 平时有事 都是去村长家打电话 方姐扑斥一笑 好 得加倍 五块 我点点头 快速拨通电话 声音颤抖道 喂 我要报警 圣家村出人命了 等我气喘吁吁赶回家的时候 堂屋外头 已经被人群围得严严实实 围首的人 正是我的大伯和大伯母 还有不少亲戚跟在他们身后 这一切都和上辈子的场景一模一样 大伯脸色阴沉 语气不善 老子不管 今天你们必须给五万块安葬费 又不是咱一家的爹妈 老妖你也兴盛 也是爹妈生养的仔 怎么跟个白眼狼一样 大伯的话 堵得我爸一声不吭 他低垂着头 不停抽喊言 我妈红对眼 试图说些什么 安葬费咱家一定给 但是爹刚咽气 咱还是去先去看看 给他收拾的体面一些 不行 先给钱 大伯母冷着眼 平起肥瘦的身躯 挡在我妈面前 不让他出去 其他亲戚见到这样 原先不说话的人 都急忙开口指责我爸 老妖 你看你取了个什么恶堂客 你爹都死了 连个安葬费都不愿意出 真是家门不幸了 这样的毒婆娘 活不长的 他们唾沫横飞 道德绑架 我爸被他们念叨的不耐烦了 猛的抬头 爹妈从小就没怎么管过 我是自己捡垃圾活大的 爹没了 我会拿钱和大哥一起办丧 但是 给不了那么多 我家没有五万块 最多两万 带伯母尖叫起来 两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又是这样 上辈子也是这样 这群贪心不足的蛀虫 上辈子爸妈让我在房间别下来 他们把我保护得好好的 这次 轮到我保护他们了 我急忙转头去了厨房 拿起一把菜刀 推开人群 挤了进去 站到爸妈面前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我举起刀 指着为首的大伯和大伯母 破口大骂 盛大力 刘春花 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东西 敢思闯民宅 我环顾四周 憎悟地看了一圈 这些所谓的亲戚 还有你们 你们想干嘛 抢劫吗 大伯母惊得倒退了两步 大伯气的脸色通红 冲上来就想给我一巴掌 爸爸眼急手快地拉了我一把 妈妈也急忙站起身 两个人稳稳地挡在我身前 大哥 你怎么能对年年动手呢 他还是个孩子 大伯弄骂 这个小婊子 是什么孩子 他骂我和你大嫂 你不会管教 老子帮你管教 大伯母也脸色扭曲 哼哼一声 不屑一顾道 口口声声说没钱 没钱还能供你家 这个小贱蹄子读书 赔钱或读什么书 迟早都是别人家的破鞋 给男人暖床的玩意 还不如把钱给咱家瑞娃子 那可是你们侄子 以后给你们养老送终的人 我爸这人 平时一声不吭 跟个梦葫芦似的 却护短得很 尤其见不得别人骂我 他捏紧拳头 气得提起凳子 就要砸过去 刘春花 你骂我可以 不能说我家年年 妈妈虽然很生气 却还是死死抱住爸爸 别砸 会出人命的 真出了什么事 那就不是两万块 五万块能解决的了 我当然也不希望 爸爸出什么事 这辈子 我要自己来解决这些垃圾 这个时候 身后的那些唐表兄弟 在大伯的指引下 企图冲进我爸妈的房间 翻箱倒柜 不准动我家的东西 爸妈准备去阻止他们 却被身后那群亲戚 暗倒在地上 上辈子 这些人就是这样打配合的 那时候的爸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土匪 翻到存折 看着他们盯着上面的数字大叫 有钱 刚好五万块 然后不顾我爸妈的哭喊 把存折夺了去 迫于无奈 人多是众 爸爸和妈妈只能低头退让 把五万块取出来给他们 这个年代的农村 不孝顺 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 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眼前血色蔓延 我举起菜刀 狠狠滑了下去 嘴里冷翅出声 助手 鲜血顺着我的手臂滑落 大伯和大伯母呆住 纷纷止住了动作 妈妈哭着扑过来抱我 年年 你做什么 我却不管不顾地推开她 举起菜刀 对着大伯和大伯母微笑 来 你们再动一下试试 大伯很快回神 吃笑一声 小娼妇 你敢跟老子动刀子 来 你动老子一刀试试 年年 别 爸爸妈妈担忧地拉住我的手 我静静凝视着大伯 盯着他脖子上跳动的青色血管 我真的 很想砍下去了 可是 不行 我咧嘴一笑 在我左手臂上再度划开一条血痕 皮肉翻出 触目惊心 我当然不会杀你 可是 如果我今天我死在这里 你们猜我爸妈会不会想方设法弄死你们 除非 现在你们弄死我们一家三口 说着 我又划上一刀 你疯了 大伯母再也憋不住了 尖叫着倒退了几步 那些冲去爸妈房间的人也退了出来 不可思议地盯着我 也许你们不懂法律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 我今年15岁 属于未成年人 我杀你们是不用负责的 但是 你们杀我 却会枪毙 我继续说着 这话多少是有些夸张 但在这一群没文化的大佬粗面前 提起警察法律 这些听着高端的词语 已经足够吓唬他们了 大伯浑浊的眼球里 倒映出我癫狂的模样 眼球里那个小女生 浑身带血 仿佛感觉不到手上的疼痛 举着刀 正递到她和大伯母面前 我嘴唇翻飞 语气嘲讽 要钱没有 要命三条 来吧 杀了我们一家三口 最后一刀狠狠砍下 落在我手腕处 闲闲避开动脉 我很熟悉自己身上的构造 上辈子 已经割了很多次了 最后 在他们苍白的脸色里 我缓缓笑起来 或者 你们试着再动一下 看我会不会杀了你们 警笛声事事响起 两个穿着乡镇派出所 制服的民警 拨开人群走进来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出什么事了 谁报的警 我松了一口气 卡的时间还算准 我急忙把菜刀丢掉 一脚踢到大伯母脚下 刚好瞥见警车旁边的方姐 她正抓着一把瓜子 一边磕着 一边好笑地看着我 我对她感激地点点头 毕竟 是她给警察带的路 我疼得呲牙咧嘴 举起受伤的手臂 小脸一垮 朝着警察扑过去 瑟瑟发抖地躲在他们身后 哭了出来 警察叔叔 他 他们这些人 强行闯进我家 打了我爸妈一顿 还在我家翻箱倒柜找钱 还准备杀了我 擅闯私宅 入室抢劫 斗殴商人 我想 足够大伯他们喝一壶了 弱者天生就是被怜悯的 我是未成年 我受了伤 我是女生 三重buff叠加 再加上我家的凄惨经历 爸爸小时候因为爱生病 很小就被爷爷奶奶丢弃 施住废弃茅草屋 捡垃圾和依靠施舌长大的 好不容易遇到我妈不嫌弃她 愿意嫁给她 陪着她白手起家 用村里分的地 建了个房子 生了我这个独生女 把我捧在手心里长大 现在 当年遗弃爸爸的爷爷死了 还要爸爸掏出全部积蓄 给爷爷安葬 可是 爷爷奶奶的房子 积蓄 田地 可是全部都分给了大伯 除了生了我爸 没有养育 没有扶持 还天天骂我妈妈 打击我妈妈 辱骂诅咒我 现在死了 想要我们出钱 怎么可能呢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警察听完了来龙去脉 对着大伯和大伯母呵斥 老人过世了 不去办丧事 还在这里为了一点钱 打架伤人 你们怎么做子女的 行了 不我们没有 大伯母慌了 拼命解释 可是 我带鞋的手臂 此刻就是证据 民警根本不会信她 毕竟 我只是一个15岁的柔弱小姑娘 怎么可能自己砍自己呢 这件事之后 我在村里的名声 突然臭了起来 说起我 人人色变 绕着我走 他们都在议论 盛年是个疯子 盛家村组上 基本都沾亲带故 我却心狠手辣 让这群亲戚 进橘子里待了一晚上 因为要忙爷爷的丧事 警察第二天就把他们放了 况且 这事警察说 还是属于民事纠纷范畴 定不了他们的罪 当然 我也没指望通过这件事 给这群人定罪 我有其他打算 村里敲锣打鼓的 在给爷爷办丧事 爸妈却带我去 县城的大医院之手 虽然镇上的诊所 已经包扎过了 但他们生怕我伤到筋骨 非要去大医院拍片看看才放心 年年 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冲动了 知道吗 爸爸妈妈还在呢 轮不到你出头 我抱着他们撒娇 藏起满脸眼泪 可是 我想你们好好的 我想要你们永远陪着我 妈妈轻轻抚摸着我的背 傻孩子 爸爸妈妈陪不了你一辈子 你始终要自己一个人的 不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我坚定地说 上辈子错过的 这辈子一定要补上来 医生给我拍片 包扎好手臂 惊讶地跟爸妈说 这些伤口只是看着唬人 其实都没什么大事 看看避开了动脉 皮外伤而已 妈妈若有所思地看我一眼 跟医生道谢后 急忙去缴费拿药 我注意到她的眼神 心里有些慌 织女莫若母 妈妈甚至感觉到什么 取药之后 我拉着爸妈去做全身检查 上辈子的一个月后 他们被查出血液病 虽说是卖泻浆引起的 可是 我怕他们本身身体有问题 做个全面检查才会放心 爸爸焦急地阻止 你这孩子干嘛呢 你都看完了 还浪费钱 我郑重地扭头 神色里戴上哀求 对他们道 你们相信我 我不会害你们的 一定要去做个全面检查 好吗 求求你们了 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虽然是农村孩子 却没吃过大苦 被爸妈宠着长大的 我知道 他们很难拒绝我 等他们去检查的时候 我拿着挂号单 熟门熟路地走向了精神科 精神病杀人是不犯法的 我不确定 在以后交锋的日子里 我会对那些人渣 做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现在 我要给自己一份保障 这座医院这个科室 其实是我上辈子 经常出路的地方 爸妈死后 我的精神状况 一度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先是被确诊为 双向情感障碍 后来变成了精神病 严重的时候 伤人也伤己 幸运的是 当时的精神科王主任 见我可怜 一直自掏腰包 对我进行的治疗 推开科室的门 我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 王主任 当然了 这个时候的他 还很年轻 也还不是主任 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他对我露出一个 和煦的笑容 盛年是吧 你哪里不舒服呀 我和他交锋了千百万次 知道怎么样能伪装出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状态 也或许 我根本不需要伪装 直到重生的前一刻 我还是有病的 他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 舒缓了 我将近崩溃的情绪 聊完之后 他让我做一套测试题 我一边坐着 他一边看着我 盛年 我怎么觉得 看你有点莫名眼熟呢 我随意地做着心理测试 一边控制着分数 一边搭枪 王阿姨 糟了 把上辈子的称呼带出来了 王医生却只是笑笑 没事 王阿姨很亲近 你以后就叫我王阿姨吧 测试结果出来 王医生拿起结果 站了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 我有精神病 我是故意的 只要这样 就算以后真的出事了 我也能最大限度地 不用去承担责任 我拒绝了王医生 要见我监护人的请求 并且答应了他 我会按时吃药 每个星期来复诊一次 幸好爸妈刚刚给了我一些钱 足够我支付今天的医药费 医院门口贴了很多宣传页 我仔细地看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 眼疾手快的撕下 宣传页上赫然写着 某某血浆站 爸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身体都很健康 除了妈妈的腰椎肩盘有点问题 没有什么大毛病 我捏紧口袋里的检查单和宣传页 心里的恨意几乎快要掩盖不住 大伯 大伯母 你们准备好下地狱了吗 爷爷下葬当天 我们全家都要过去 毕竟 生比天大 再怎么说 爸爸也要去送他最后一程 我们一家子刚走到大伯家 眼尖的人就看到了我们 快看 盛小福那家子也来了 盛年那个疯子也在 嘘 快别惹他 听说他疯了 砍自己跟切黄瓜一样 小心他砍你 四周的人或窃窃私语 或面带好奇 得知消息的大伯母 拖着个扫把就赢了出来 对我恨得牙痒痒 你们来干什么 给老娘滚出去 我晃一晃绑着绷带的手 呲牙一笑 来吃席啊 希望以后天天都能吃到你家的席 天天死人 才能天天吃席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这诅咒性的话一出 大伯母顿时气的蹊跷冒烟 提起扫把就想打我 却被我爸妈拦住 这次爸妈终于硬气了一回 质问他 刘春花 你是不是还想去监狱蹲几天 四周好些人过来劝阻 一时之间倒是休战了 下葬时间到 倒是一挥浮沉 上路 没想到大伯母眼珠子一转 拦住了我 盛年是女娃 迟早是别人家的人 这种葬仪大事 我家吉娃 大堂哥和瑞娃 小堂弟出头就行 而且盛年属狗 和老爷子属相相冲 还是不要去送行了 就在家待着吧 其实去不去给爷爷送行 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我不在意 大伯母也不在意 但是 他就是要给我难堪 给我爸妈难堪 爸爸想说什么 我拉住了他 别担心 老爸 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爷爷的棺材被吹吹打打地抬去坟地 人群渐渐消失 只剩我自己 还有一些做洗面的帮工 我避开他们的视线 从口袋里 掏出那张彩血浆的宣传单 从半开的窗户缝隙里 塞进了大伯和大伯母的房间 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应该给他们啊 葬礼结束 就要吃晚饭 爸妈跟着他们一起回来了 准备接我回家 一见到我 大伯顿时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 好了 你们可以滚了 爹妈都不在了 以后咱们两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伯母一边拿胖手踢牙 一边飞了个眼刀子给我爸妈 以前还想着你们不下蛋 但只要你们对吉娃和瑞娃好点 以后免不了让他们给你们养老送终 现在你们居然敢这样对我 行 以后死了都没人给你们收尸 你们让盛年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给别人家养媳妇 钱多了烧得慌 还是给我家吉娃和瑞娃吧 我们可以原谅你们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一想天开 明明大伯母他自己也是女性 却总是重男轻女 生了两个儿子 鼻孔都撬到天上去了 农村没有什么男娃 在村里多数人看来 都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香火传承不下去 送葬没有人披麻袋笑摔盆 死了也是孤魂野鬼 因为对他们来说 女儿根本就不是自家人 幸好 爸爸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 他对家庭很眷恋 对我妈妈也很好 对我也很宠爱 而且没有特别看重香火传承 爸爸拉着我和妈妈 硬邦邦地说 走 咱回家 话音刚落 村长家的小孙子 举着一个诺基亚 气喘吁吁地跑来 年年姐姐 刚刚有人打电话找你 说是你的班主任 想跟你聊聊退学的事情 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吧 四周安静下来 大伯母首先憋不住 猖狂大笑起来 哈哈 哎呀 老妖 你们两口子不总吹嘘说 盛年聪明 夸他成绩优异 尽了一中多厉害 还想着培养一个大学生 结果现在可好了 被人家一中退学了吧 哈哈 妈妈红砖眼 挡在我面前 替我挡住了那些嘲笑和辱骂 声音笃定 就算年年真的被退学了 又怎样 她永远是我和盛小福的女儿 别说她只是退学 就算她一辈子不做事 我也愿意养她 这就是妈妈 这就是我的妈妈 无论我在外面犯了什么事 就算她现在对我 可能已经产生怀疑 但是对她而言 我都是最重要的 也是她唯一的选择 我强忍住眼泪 提醒村长家的小孙子 欢欢 你确定 年年姐姐的老师说 我是被退学的吗 小男孩恍然大悟 督唇嚷嚷道 不是不是 你的老师刚刚说 他非常惋惜 不想让你退学 你以后肯定能考不明牌大学的 他要你赶紧回个电话给他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尽管跟他说 他可以帮你 跟学校申请优秀学生助学金 大伯母抖着唇 搂着他那个成绩 差到不行的瑞宝 大吼起来 这怎么可能 我微微一笑 是啊 这怎么可能呢 让你们失望了 我是自己主动退学的 乡间小路很黑 不时有土狗汪汪两声 还有蚊虫叮咬 青蛙锅躁的叫 从村头村尾 就算跑得快 也要十分钟 明明很漫长的路 这一刻却显得格外珍贵 我一手裹着纱布 一手牵着妈妈 身旁站着爸爸保护我们 这是我遗失了15年的家人 我生怕这是一场梦 梦醒之后 我还是在暗无天日的狗言残喘 依靠药物 像一条狗一样独火着 我真的很想告诉爸爸妈妈 在没有他们的15年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可是我不敢 我怕他们不信我的重生 怕他们把我当成怪物 黑暗里 妈妈低声问我 年年 你什么时候申请的退学 我把自己的手弄伤那天 你和爸爸带我去镇上包扎 我就顺便打个电话给老师 我耐心地给妈妈解释 妈妈沉默许久才缓缓到 你明天要去学校聊退学的事情吧 你在哪个教室啊 爸爸妈妈送你 我几杯一浆 不知道是我太敏感还是怎么的 妈妈的话有些奇怪 我上高中是她和爸爸去给我报名的 不可能不知道我在哪个教室 只有一种可能 她在试探我 试探我 还是不是她的女儿 高一三班啊 妈妈你糊涂了 我笑嘻嘻地搪塞过去 黑暗里 我看不清妈妈的表情 却感觉她更用力地握紧了我的手 好 明天妈妈送你 不能退学 我摇了摇头 其实我知道 他们看不见我的动作 爸 妈 我决定了 我不读高中了 身旁两个人遁住脚步 几乎是一口同声道 你不读书要去干什么 前方的小卖部 亮起了微弱的星火 我静静地凝视着那间小卖部 打定了主意 我准备去学做生意 说完 我不顾爸妈的叫喊 走到小卖部门口 轻轻敲响 谁啊 里面传来女人慵懒的声音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方姐 是我 盛年 我来还债 门拉开 灯光亮起 众人进入 我把门郑重地关上 我和爸妈 方姐一起坐在了小卖部狭窄的过道里 我想过 是否要坦诚我是重生的这件事 但我知道 大多数人都是不能接受这种奇闻怪坦的 甚至会觉得你有精神病 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对我有怀疑 有隔阂 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得拉方姐一起 所以 我现在准备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解释我这几天的改变 以及说清楚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爷爷去世的那个晚上 我做了一场噩梦 我梦见这个大伯大伯母 带人闯入我家 从箱子里翻出了家里的存折 取走了全部积蓄 我梦见爸爸妈妈 你们为了给我赚钱读书 补贴家用 去卖 去做工 结果出了意外 都去世了 说到了卖血浆的时候 我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我担心以后大伯家出什么事情 爸妈会联想到 是我做的 我变成了孤儿 因为没有成年 大伯和大伯母 就成了我的监护人 他们卖了咱家的房子 不让我上学 给我订了一门不好的亲事 想拿着我的彩礼 给鸡堂哥买房子 我偷听到 原来爸爸妈妈的死 是大伯和大伯母造成的 后来 我莫名其妙地逃了出去 其实 故事远比这难熬 纵然世界不同于 爸爸妈妈给我铸造的梦境 我又怎么忍心告诉他们呢 我不愿意嫁人 被大伯和大伯母打了一顿 那晚 我奄奄一息地 蜷缩在猪圈里时 眼睛暂时性失明 恍惚间感觉有人经过 他还在和大伯说笑 大力叔以后需要什么 跟我说就是 我给你送来 大伯的笑声恍惚传来 似乎在夸他懂事 他缓缓从猪圈外经过 我拼命地爬到围栏边 像是溺水的人 抓住了坚韧的水草 我抓住了一块裙摆 救救我 他俯身看我 叹息 造孽呀 随后 他挣脱了我的手 离开了 我以为 我就要这样死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田里的挖叫声一轮高过一轮 有人从远而来 抱住了我 给我擦洗脸 给我披上了温暖的外套 亲生嘱咐我 盛年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你一定要自己振作起来 说着 他好像又跟另一个人交代 你一定要把他带出阵 送到县城里 找个地方放下 对面的男人瘟声点头 车子停山外面了 我背他出去吧 他吃笑一声 他是小女孩 跟我亲妹子一样 你别动什么歪主意 好声给我送出去 找个地方安顿一下他 那 前提你 说着 他打开了手电筒最弱的光 吃力地背起我 一步一步朝着山外走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县城一个临时招待所 说到这里时 我的目光缓缓落在了方姐身上 可能是夜里有些冷 她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一件红色外套 大伯的肩膀上 见我一直盯着他 他没好气地腻我一眼 你继续说你的梦啊 不 那不是梦 姐姐 那是真实的 虽然 现在的你 并不知道 上辈子 我醒来时 身边只有一件红色外套 就是你身上这件 后面我就开始逃 和大伯他们对抗 再后来我成年了 他们也不能再关着我了 我又遇到了一个好心的王医生 他免费帮我治疗精神疾病 我一直浑浑噩噩地苟且着 直到30岁这年 我服用安眠药过度 小卖部里无比安静 静得仿佛能听见 李无方姐的女儿 睡着的呼吸声 终于 妈妈先乌液起来 整个人无力地半跪倒在地 他颤抖着伸手 抚摸着我的脸 带着哭腔 缓缓询问 很苦吧 年年 15年 你居然自己熬了15年 没有爸爸妈妈在的日子 很苦吧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我的眼泪瞬间就憋不住了 猛地涌出 扑进妈妈怀里 拼命摇头 不苦 我不苦 妈妈 我说的都是假的 只是一场梦而已 哭着哭着 我努力对她仰起笑脸 你看 我现在好好的 那只是一场梦 我仿佛是在说服自己 也是在说服她 妈妈紧紧搂着我 乌液不止 好 是梦 是梦 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我以为妈妈会质问我 甚至会怀疑我是妖孽 可是 她什么都没有问 她只是心疼我 心疼我上辈子太辛苦 心疼我一个人过得不好 爸爸的眼睛也通红 哽咽着扶住了我和妈妈 还是方姐出声打断了我们 为了哭一场吗 我缓解了情绪 擦干眼泪 定定地看着她 不 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梦里的两年后 你会在前面的艳唐溺死 因为证据不足 警察最终已自杀结案 你的女儿也被送去了福利院 可是 我的大伯家却在两年后 盘下了你这个小卖部 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买了现成的房子 是的 这就是上辈子方姐的结局 和我大伯家脱不了干系 见她脸色难看 我急忙到 我不打算上高中了 这对我来说太慢了 知识改变命运 什么时候都是真理 读高中 读大学 是最好的选择 但不是最适合我现在的选择 读书考大学的不确定性太多了 即使出来了 也不一定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 只要我现在抓住时代的风口 我就能顺势而起 我很害怕 我害怕每天 自己就回到了上辈子 我害怕爸妈会再次出事 所以趁着现在 我必须多做点什么 给爸妈多留点东西 让他们不必为钱发愁 也不会再走上卖血浆的道路 我准备去杭州专门的学校 学习新技术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运营 你要跟我一起吗 梦里的未来几十年 电商始终是龙头 数字货币出现 大家花钱不用纸币 而是用手机交易 我们现在搭上时代的顺风车 可以发展得非常非常好 某宝 某冬 某多 某音 某手 还有现在 即将崛起的公众号 重来一次 我一定要利用好所有先知资源 其实 我不确定能不能说服爸妈和方姐 毕竟 如果一个人自称做了一场梦 要带我去一个新城市 做一件全新的事情 我肯定很迷茫 会害怕 会以为他要骗我钱 甚至以为他神经病 可是 爸妈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人 其次 方姐对我也有恩情 在那个夜晚 她把我从猪圈背出来 免去我被大伯家继续折磨的命运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她这样死去 我没想到的是 方姐玩耳一笑 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语气轻飘 盛年小朋友 你会带我发财吗 她的同仁明亮的下人 我郑重点头 我会 我一定会 我会保护好你们 我会带你们过得比现在好 方姐露出明媚的笑容 好 我信你 从今天起 我跟你混了 把你的计划说来听听 打算怎么做 爸爸妈妈也对我点头 爸爸妈妈也相信你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真好 这次 我不再是孤身一人 只是 在去杭州之前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处理大伯一家子 哟 今天怎么不做生意了 这是要去哪啊 大伯母走到小卖部门口 见方姐关门 急忙问道 见到是她 方姐脸上露出了男位的表情 不想多说 绕着大伯母就要离开 一看这架势 大伯母越发觉得不对劲 眼珠子一转 肥瘦的双手拦住方姐 不让她离开 唉 说清楚 啥好是神经兮兮的 方姐没办法 一跺脚 小心翼翼地打让四周 俯身在大伯母耳边说起来 我县城的朋友说 县里出了批特价房 县时限量出售 还剩三套 我得赶紧去买 这年头 买房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大伯家的吉堂哥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谈了个镇上的姑娘 口口声声说要房子车子 大伯母本来是不同意的 可是 姑娘家的嫁妆丰富 家庭条件不错 加上吉堂哥喜欢的锦 她最近正在为这是愁眉苦脸呢 这不是瞌睡了 就有人送枕头来吗 方姐虽然是外地姑娘 但在咱们这里已经好些年了 又上过学 心思活泛 在县城有不少朋友 大伯母也知道这事 所以对方姐的话深信不疑 你给我个买房的联系方式 给我留一套啊 必须留一套 说着 她马上扭着屁股 火急火燎地朝家跑去 直到她的背影完全消失 我才从小麦布后面走出来 见我脸色沉重 方姐忍不住打去 怎么 心软了 我摇头 我是只是在想 还要在这里耽误多久 方姐问道 退学办好了 我 嗯 微一声 方姐又叙叙叨叨地问 你家筹钱筹得怎样了 那套二手房买不买 不够的话 我帮你想想办法 我点头 买 我让爸妈去农村信用社贷款了 你也在那小区买一套二手房吧 说着 我深沉地看向方姐 未来 那里会拆迁 大伯母没有让我失望 很快 就听说他们家去县城买了特价房 好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大伯出门 气色都变好了 整个人喜气洋洋 他们家决定在三天后摆宴席 甚至还特意邀请了我们家 我知道 是为了炫耀 也是为了打脸我爸妈 免费的席 不吃白不吃 我和爸妈 方姐坐在一桌 安静地吃着饭 听大伯和大伯母轮流发表感言 在我爸妈面前炫耀 哎呀 老妖 还是养儿子好啊 看看你家盛年 可不就是一个赔钱货吗 我家房子都买了 这次 我没有生气 因为很快 大伯库兜里的诺基亚就想了起来 他红光满面地接通 喂 嗯 对 我是 我是 没错 我买了平安小区的房子 什么 突然 他开始怒吼 甚至差点跌跌撞撞地栽倒在地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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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钱呢 那我的钱呢 大伯母下的脸色惨白 焦急地冲过去扶大伯 口里问道 出什么事了 啪 那头电话挂断 大伯疯了一样 一巴掌把大伯母扇倒在地 你个贱人 都怪你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贪便宜 我们的秃钱怎么会被骗走 你去死 大伯愤怒地对着大伯母拳打脚踢 丝毫不顾及在场的人 也不顾及堂哥和堂弟的哭喊 不 不是我 不是 是方 骗 我 大伯母在地上嚎叫挣扎 是了 所谓特价房 上辈子就是一个骗局 一个人冒充港商 以卖房的名义诈骗积蓄 上辈子很多人上当 但是大伯和大伯母没有 他们觉得堂哥镇上那个女朋友 闲贫爱富 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所以买的是一个老小区的二手房 本来是为了给堂哥的女朋友 一点下马威 没想到 恶人也能走狗屎运 没几年 城市规划到县城那片 大伯家变成了拆迁户 而现在 他们的狗屎运被我夺了过来 我亲手给他们奉上一场噩梦 今天村长也来吃席了 他的手机忽然响起来 怕人吵听不到 他刻意开了免提 喂 你好 请问是盛年小姐吗 我们是杭州阿里公司 我们总经理收到了您的来信 对您那份互联网未来规划非常感兴趣 邀请您来杭州深造交流 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呢 我这边好帮您购买机票 大伯家整个院子都安静了下来 大伯母爆发出凄厉的惨叫 不 我不信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他家破产 我却能风生水起 凭什么我一个赔钱货退学了 还能越过越好 凭什么呢 因为 这是你家欠我家的呀 亲爱的大伯 大伯母 上辈子无数个日日夜夜 我作茧自负 只能依靠互联网倾诉啊 他曾经是我唯一的朋友 现在 也将成为我的敲门砖 我冷眼看见眼前的一切 拉着爸妈和方姐 缓缓离开 我拜托杭州那边 帮方姐先买了机票 这次 毕竟是他出面骗了大伯母 不知道这家子在疯狂之下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方姐转卖了小卖部 趁着夜色 他拉着行李箱 抱着孩子 站在山口准备离开 我独自来送他 沉沉夜色中 他忽然勾成一笑 眼底是闪烁的泪花 他从箱子里费力地翻出一件红色外套 缓缓递给我 盛年 我暂时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 你要振作起来 我在杭州等你和叔叔阿姨 恍惚间 我想起了上辈子 也是这样一个夜色 也是这一件外套 也是他 他温柔地鼓励我 盛年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你一定要自己振作起来 真好 这辈子 一切都还来得及 方姐走了 我和大伯家的斗争 却还没有停止 其实 也只是我单方面的斗争 大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幕后策划是我 我叫爸妈把家里的院子疯了起来 马上就要离开家乡了 老房子还是要留着 对于父母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根 原本 他们是不愿意陪我一起走的 可是 我只要泪眼朦胧地看着他们 他们就会心软 我说我害怕做噩梦 我害怕回到梦里 他们就什么都能答应 这就是我的父母 大伯家破产的第三天 他们家聚众斗殴 家具全部被大家打破了 大伯家破产的第七天 他们接到了派出所电话 被告知这笔钱追不回来了 大伯家破产的第十五天 堂哥被镇上的姑娘退婚 他再也没有了 上辈子来我家翻箱倒柜的 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大伯家破产的第28天 讨债的亲戚堵在了大伯家门口 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这都是当初借钱给大伯家买房的亲戚 也是当初堵我家门的亲戚 大伯家破产的第30天 大伯和大伯母 在床底捡起一张单薄的宣传单 他们像是溺水的人 抓到了救命稻草 浑浑噩噩地走出了这座山 走上了开往血浆站的小巴车 走向了上辈子我爸妈的结局 那是 我精心为他们编织的噩梦 大伯家破产的第60天 大伯和大伯母双双呕昆迷 送往医院检查 确诊患上了罕见血液病 治不好的那种 必死的那种 命运的轮盘 终于把指针拨向我喜欢的那个结局 消息传回来那天 爸爸开了一瓶二锅头 给我倒了满满一杯 他自己先一眼而尽 随后 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我 带着一抹红 这也是他第一次叫我全名 盛年 他说 是不是你干的 这些事 是不是你干的 我端起酒杯 一眼而尽 眼里勤得泪看向爸爸 是的 我的恶毒无所遁形 其实 我很害怕爸妈看见我这副样子 可是 我别无选择 爸爸的眼睛越来越红 对不起 爸爸 我 我正要道歉 却见妈妈及时从厨房小跑出来 他猛地把一碗鱼砸到爸爸面前 脸上温柔半点都没了 对着我爸冷冰冰道 盛小福 你别在女儿面前作威作福 我警告你 如果不是女儿 死的就是我和你 对 你不在意生死 可我在意 你觉得女儿害了你哥他们一家 可是 如果不是他们贪心不足 能入套吗 我求求你 拿你的猪脑子想想 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当好人 你要是不爽 咱俩离婚 你在盛家村 给你大哥擦屁股 我陪年年去杭州 妈妈噼里啪啦说了一堆 硬生生没让爸爸插进去一句话 爸爸急得站了起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 万一警察查到年年身上怎么办 从怀里摸出一张精神鉴定证明 别怕 我没有直接参与 更何况 我有这个 爸爸颤抖着手接过 诊断书上密密麻麻 都是我上辈子去确诊的病 这辈子 我让他们重新确诊了一次 爸爸捧着诊断书 一个大男人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年年 是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没有保护好你 大伯家破产的第一百天 大伯 大伯母病重 双双离世 我和爸妈也在这天 登上了前往杭州的飞机 降云层叠 我垂眸看去 仿佛能看到云层之下的白色婉联和哀悦 而我将永远在云层之上 番外 许方 方姐 这是我来杭州的第十五年 也是我命运转折的第十五年 我画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 踩着高跟鞋 路过公司任何一个角落 都会有人恭敬地跟我打招呼 徐总好 这是有钱人的生活 也是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这十五年 我和盛年一刻都没有停歇 头五年 我们进入了阿里内部 那时候的阿里 也还只是一家普通公司而已 我们一边学习课本知识 一边学习互联网商务 盛年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我也拿到了成人本科毕业证 中间五年 盛年在阿里的资助下 出国留学镀金 我则决定留下来继续在阿里工作 顺便照顾孩子 还有他的父母 最后一个五年 盛年回来 开创了他自己的互联网时代 铺陈了一个新媒体百花齐放的舞台 一个属于他的品牌 他自己的公司 我选择出来和他干 我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盛年 我会如何 也许 真的会和他在15年前的梦里描述一般 溺死在水塘之中 岌岌无名地死去 我只是一个外地驾到圣家村的新寡妇 被人看不起 被人随意开油骚扰 被人践踏嘲讽 是盛年救了我 他拉着我 走上一方更加广阔的天地 给了我新的生命 庆功宴上 我喝得烂醉如泥 他在盛年肩膀上嚎啕大哭 年年 年年 谢谢你 谢谢你救我 圣年一身高定礼服 丝毫看不出从前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 他温柔地抱住我 在我耳边低语 方姐 是你救了我 晚上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我梦到自己回到了圣家村 我梦到自己还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 我梦到了一身伤痕的圣年 15岁的圣年 怯弱的圣年 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锋芒毕露的圣董事长 我突然意识到 也许 这就是圣年口中的上辈子 我像是一个局外者 按照剧情线走 我看着他家存折被人翻出来 我看着他的父母 卖泻浆染病死去 我去给圣大利送烟时 我看着他奄奄一息的被关在猪圈 那只枯瘦的小手拉住了我的裙子 他漆黑的眼底闪烁着星光 救救我 我偷偷打电话 交给我送货的一个朋友来 帮我把他偷了出去 然后 我失去了他的消息 甚至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直到几年后 我被圣大利按进了门口的池塘 他逼问我 丈夫留下的那笔赔偿款在哪里 如果不说 他就杀了我 还有我的女儿 他逼迫我写下转让协议 逼迫我取出赔偿款 可是 他还是杀了我 把我按进了池塘深处 口鼻里全是污泥和池水 我的脑袋却越来越清晰 这一刻 我忽然想起 曾经也有个姑娘这样呼唤过 他趴在猪圈说 救救我 于是我像是疯了一般 在水里吐出那三个字 一道白光闪过 我好像穿越了无数漆黑的岁月 还有无尽时光 从池塘 回到了过去 我披着红色外套 举着牙刷 站在小麦布外面漱口 15岁的盛年 穿着拖鞋冲了过来 方姐 求求你让我打个电话 这对我很重要 我好像明白了 救救我 真正的含义 原来 我和他 从头到尾 就是相互的呀 于是我勾唇一笑 一块钱一次 王医生 王主任 小护士气喘吁吁地 跑进来跟我说 主任 盛年又给您送花了 我缓缓放下笔 看着小护士怀里的花 无奈地叫他放在边上 那头很吵 似乎在开会 也对 现在盛年可是董事长 我觉得打扰了 正想挂断 那头却传来他温柔带笑的声音 王阿姨 您最近还好吗 我点点头 意识到他看不见 又道 很好 你呢 我也很好 盛年声音愉悦 不过 您真的不考虑来我这边做院长吗 我无奈地拒绝 不用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小县城的生活 听说盛年搞了一座爱心医院 专门免费给那些穷苦人 做心理咨询 和做精神治疗 这个孩子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很沮丧 又很有生命力 很颓废 又很有执念 直到我看见他手上的刀痕 据说是他和大伯家斗争 自己砍的 那时候我就想 这样一个小姑娘 对自己都能下狠手 以后肯定能做大事 不过 一定要好好引导 不然会变成上好的犯罪苗子 幸好 他没有长歪 现在也是成功人士 社会精英 我为他骄傲 只是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盛年 和现在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在路边发现了他 察觉他精神状况不对 把他带回了医院 他跟我说了他的事情 原来 是个没有爸妈的孩子 他让我千万不要告诉他 大伯和大伯母行踪 他不想嫁人 我以为我能救他 他无数次想逃出医院 和大伯一家同归于尽 被我拦住 我发现他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 都是自虐 他总是蜷缩在墙角 哭着求我 王阿姨 求求你 让我死 让我离开吧这个世界吧 可是 我是医生 医生的本质是治病救人 我知道他很痛苦 但是 我不能让他死 渐渐地 他开始恢复 他出去自己住 甚至投入了正常的工作 我也以为他真的康复了 直到那天 他很久没回来复诊 我去看望他 我才发现 他因为推食了过量安眠药 已经失去了呼吸 在他身边 还留有一张纸条 王阿姨 谢谢您这些年的照顾 不用为我难过 我去找爸爸妈妈了 微风吹拂 泪光点点 我仿佛看见了一对中年夫妻 牵着一个女孩 他们真的团聚了 全文婉感谢观看